大家好 我是奧瑜 今天跟大家看看這次祭典 這次的三色奪寶做了修改 有玩第一次祭典的都知道完全不能進場 因為隊伍的分佈太不平均 這次只要你選了三色奪寶 基本上你都可以進場 但如果你跟朋友打的話 因為他有進攻方和防守方的關係 你最多只能有兩個人 如果超過了兩個朋友 就不能一起選擇這個模式 不管是哪一個派別 也有機會是進攻和防守 不像之前說 一定是被人圍的一方 玩了一會兒 我覺得這個奪寶比賽 其實像一個佔地比賽 如果你努力一點游地 其實你不去中間爭 你不去中間也一樣可以贏 很多人被他的名字拚了 一來就衝去中間 就一起炒車 但其實這個時候 如果你旁邊有多些地 其實反而有一個 可以獲勝的機會 這次的確是 改得容易玩了親民族 以及容易玩到先 之前想玩一場 一場難球 完全不能進場 後面我錄影了三條 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什麼 進攻 進攻啊進攻啊 進攻啊進攻啊 和那打算啊 和那打算啊 嘩 什麼 這橙色太多人憎 我殺了兩個黃色的 剛剛 那他殺你 是嗎 難怪 有兩個黃色鬼 會玩器械 可以頂上去 有頂上去 把這個油塊結弄好 每次都給我元氣彈 肯定我拿到了 讓人給他沒所謂,不用射我 橙色又射我 對,很煩 又跑去黃色地轉 黃色好像很炸 哇,好厲害 有啦 哇 他學到了 呵呵呵 吼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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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游走黃色地算吧 有他們爭 好啊 吼吼吼 但我們現在是最多地了 哈哈哈哈 其實不用爭中間 游得多都是贏 對 好像是我們贏 哈哈哈哈 對面拿兩個都輸 嘩 哇 游地太快 屁股炮厲害 哈哈哈哈 小隊那麼快 屁股炮吧 完全不需要爭 你們慢慢打 我游地而已 哈哈 神經病 神經病 完美示範這個 策略性打法 笑 游得洗衣服 開心 可能也有 咦?我們是防守 這次 防守其實其實也是能夠游地 就是我用橙吃的,我們變了辣派 對 剛才沒看到其他的是什麼派 按了嗎? 再踏另一邊 嚇死我 竟然給這個 魚女仔? 我給這個星辣 走走 綠色好像很欺負 嘩 嘩,這麼多人啊 想著很穩固,我才不轉頭 GOGOGO 嘩,一下子撞死了兩個,開心 我先打另一邊 先去這邊 不用來 沒事做 你傻子 要跳中那個衝擊波 哈哈 丟 NO 被皮皮砲殺了 真的厲害 嘩嘩嘩,什麼事 嚇死 去拿吧去拿吧去拿吧 去拿就會死了 衝啊 幫你打 先游到紫色的地 先游到紫色的地 行行行行行行 嘩,我們幾% 我們 游到紫色的地 都游到他家裡了 但對面怎麼做事 綠色這邊 很難 游到他家裡,看怎麼算 喂? 這麼快 甚麼? 嘩嘩嘩 所以證明這個策略不是要欠中間 而是要游地 游對面那些地 對 起碼游到他家裡然後頂著他 就可以做得到 嗯 他自己要浪費時間游回我家裡 沒時間出來中間 一兩個守住中間就OK 其實出去游地就行了 進攻方 嘩 輝浪跑 很激動 他根本是用名字來迷惑你 其實根本就不是只有三色游地對決 哈哈哈哈 爹 啊 拿著動不到 激死 哈哈哈哈 我只是路過而已 我沒需要那塊東西 我先走 這個模式斬掉 沒得站在這裏 真的很慘 然後模式教訓一下他才行的 對 你們這麼囂張 我的針槍怎麼躲在這裏 我殺了一個人 他們等他的隊友殺了才走出來 可能在抓癢 怎樣 欸 我不是上路 又是這樣 一起 唉呀 看完黃色看到也好 總之不是橙色就行了 讓給他 讓給他 快 走 快快 走 走 你的海叫 快 走 快 走 我快走 快 走 他們爭了,我們游地 我拿了 我拿的時候黃色有手來射我 真的很笨 有些策略 他們不明白這個遊戲 我們只是在幫助他們,我們只是游橙色,不游黃色 很危險,我們有多些 橙色追上來 很努力 可以嗎? 我也不知道,最後 哇,好像橙色有機會贏 應該不會 怎麼看,我們多些 橙色還是奪木 所以大家不要給那個名字 誤道了,不是三色奪寶 而是三色游地對決 那你就贏了 謝謝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歡迎按LIKE,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有討論到Discord 可以虐戰有語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